首先第一个是作用域的问题 就是同一个区域不能使用相同的变量名 这个很容易理解吧 在一个区域内如果使用相同的变量名的话 那你说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到底调用哪一个呀 我们定义那个inter x等于10 又定义那个inter x等于10 或者inter x等于20 那如果我现在输出x 那它里面输出的是10还是20呢 好 这是这个 然后处处化值的问题 局部变量在使用之前必须复值 我们现在所学的变量全都是局部变量 因为都是定义在方法中的 所以叫局部变量 它在使用之前必须要复值 那么一条语句可以定义几个变量呢 它可以定义n多个变量 也说inter a 逗号 b 逗号 c 点点点 可以定义n多个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这三个都是如何演示的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来一个叫做m2 data type type 好 保存一下 m2 data type 然后呢 我们来看 首先 这是第一个 我们把它粘过来吧 好 布置 粘过来 来 多近一下 对不近 好 第一个作用域的问题 说同一个区域不能使用相同变量名 这很容易理解 inter x 等于的是10 然后inter y inter x 等于的是20 好 现在我打印这个x 你说咱们打印这个x 到底输出的10还是20呢 好 来编译 输错了呀 说错误 已在方法man中定义了变量x 这个提示是很温馨的 所以第一个是不能使用相同变量的 不能在一个区域使用相同的变量名 好 出示一下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说初始化值的问题 出变量在使用之前必须不值 我们来一个inter x inter y 然后呢 atum.out out.prorent 让我们打印这个y 现在这个y有没有复值啊 没有复值对待 好 来看编译 怎么样 出错了呀 说可能尚未被复值化 那好 那现在呢 我在使用之前对它进行了一次复值 来编译 进行 没有问题吧 那我再问大家 如果我声明了没有复值 但是我也没有使用 哎 没有复值 也没有使用 那这个会不会出错呢 好 来看编译 怎么样 就没出错呀 你运行起来也不会报错 只是没有任何输出 因为我把语句是不是都注释掉了呀 哎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说在使用之前必须复值 你声明了 不使用没事 但是一旦使用 就会出错 在使用之前 必须复值 那么一条语句可以定义几个变量呢 来看一下 我现在把这一块也注释掉 来看 inter a 然后呢 b 然后呢c 然后d 再看a等于10 b等于20 c等于30 然后呢d等于40 可以定义多少个呀 无数个呀 你想定义多少个就定义多少个吧 哎 50 然后来线 现在这边输出一个 fm.out.println 比如输出a 来编译 不行 输出结果是10 那么这种定义 跟你直接这样定义 都是一样的 你看 直接这样定义 比如说int x等于10 然后呢int y等于20 然后呢int z等于30 这两种定义都可以 我们一般习惯的是用这种去定义 直接去声明变量 然后呢 给变量去复值就可以了 这个是先声明后复值 都没有这些吧 在这一条语句呢 可以定义n多个变量 好 这就是变量所需要注意的问题 那么这个质点 来咱们在这儿保存一下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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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